大家好,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戴鴻輝 今集跟大家說說MIRROR成員陳仔陳卓妍 大家都知道Ian將會在7月底 在阿博舉行他首次的個人Solo演唱會 最初只是開20至22號三場 但由於門票一開售沒多久就全部賣光 就極速向雨了 早前已經宣布了加開23、24號兩場 但加場門票同樣被一掃而空攻不應求 主辦單位日前宣布終極加場 加開19和25號五場合共七場 即是現在Ian的演唱會 由7月19號至25號一連七場 加場門票已經在6月6日早上10時 在發大票的網站公開發售 亦是因為這樣 Ian成為鏡仔MIRROR成員個人Solo裡 舉辦場數最多的一位 證明他相當受歡迎 日前Ian聯同MIRROR成員 在出席KKBOX封運榜的時候 接受訪問 都提及過是否終極加場 當時他表示未收到封 但Ian坦然如果加場 都不需要中間有break 希望可以一氣呵成演出 今次演唱會的主題就是眼淚 如文浪所說 眼淚是人類最真實的情感流露 是內心最深處的告白 是喜悅、悲傷、愛和失落的表達 Ian陳俠賢把眼淚傳入作品 帶領你穿梭在悲傷和希望之間的美麗世界 用淚水擁抱沉活於大海的瓊魚 用淚水滋潤地球上的最後一朵花 用淚水匯聚成一片寧靜海 在演唱會日子日漸逼近 Ian亦開始密密操機練大隻 日前他亦在社交平台貼出做Gym的相片 相片裡見到Ian戴他的麒麟臂 但穿上牛仔褲 他還自爆說 當你忘記了就戴做Gym的衣服 即是你忘記戴衣服出去 即是When you forgot to bring your gym clothes 運動員出身的Ian雖然工作極之忙碌 但這麼忙碌之餘 一有時間都會去做運動做Gym 相信他的體力方面絕對沒有問題 今次Ian Chan Tears In My Sight Solo Concert 2024 在7月的阿博舉行 加完一場又一場 即是極速爆棚 我相信 即使終極這兩場再加一場都好 應該都很快就會賣票 亦都刷新了 鏡仔開這個個人演唱會最多場數的紀錄 今次在演唱會之餘 都會出售愛心腫做善事 適逢Ian在今個禮拜天 即是9號31歲生日 他的國際歌迷會 日前聯成善心書館 宋正預千套愛心腫做慈善 Hallos每買一套愛心慈善愛心腫 就會捐贈兩隻全獲鹹肉種給長者或低濕入家庭 非常之有意義 二買有收益扣除成本之後 將全數捐贈幫助被遺棄的動物覆診和檢查身體之用 據知最終訂購量超過1200套 即是說 今次做善事又可以幫助 即是派種給老人家 剩下的收入也扣除成本 會幫助被遺棄的動物覆診和檢查身體 相當之有意義 他們身體力行 我不正止這樣做 還是出錢出力 義工隊日前再次出動 參與派發愛心腫的活動 為葵櫻木樹區內的長者派發禮物包 而部分愛心腫將安排在6月10日端午節的正日派發 陳卓賢的國際歌迷會代表表示 今次是首次出售愛心腫 為了希望長者提供送上節日的安排 關懷他們 寬度傳統的佳節外 德式善心小館合作出售的慈善愛心腫 都是由單身家長和長者製作 為一眾的弱勢人士 提供更多就業的機會 覺得更加別具多層的意義 而且所有二賣的收益 購除成本 將會全數捐贈被遺棄的初生媽媽 貓喵 即是貓貓 即是非常之有意義 我覺得作為偶像的粉絲 這些應援團 除了支持自己偶像之外 亦都以偶像的名義 做各式各樣的慈善活動 回贈這個社會 我覺得作為粉絲的話 這群Hallos 真的非常非常之有愛心 有善心 我相信作為偶像的Ian 看到這群粉絲這麼乖 亦都可以回憲這個社會 回饋這個弱勢社群 幫助一些有需要的長者 亦都可以幫助一些人 有些工作做 亦都可以幫助一些被遺棄的動物 其實這些活動 不妨多做 我建議一些Hallos 或者不同群組的偶像 他們的粉絲團 都可以做不同類型的善事 我覺得非常之有意 亦都很值得很值得很值得鼓勵 今次看到Ian這個演唱會的主辦單位Cash 亦都在昨天出了一個活動 說未來會有一個終極美場的門票套裝 到底這個門票套裝是什麼呢? 就是留待日後的公佈 之前做節目都有介紹過 以Ian現在的號召力 當初開三場就肯定不夠 我之前都預計 是否留兩場 看見反應好就馬上推出 果然是 不過想不到 加場之後亦都很快爆 這兩場終極的美場 相信應該都是 還回一些非債 或者很多的單位 基本上那些非公不應求 最重要是 不要見到好像網上那些 炒非的黃偶黨 不要益了他們 希望各位哈勞 支持偶像之餘 不要含慮吃炒價 光顧黃牛黨 益了他們 你們這個行為 如果吃炒價 當然你可以入場看到Ian 但是 這個利益 賺到的錢就益了黃牛黨 我不是去了Ian 亦都不是去了Makerville 所以 希望大家 都盜絕這些黃牛黨 我自己就很反對 寧願 留下一次 有機會再看 也未遲 始終 Ian這次處女歌唱 第一次表演 當然大家都很希望入場 但其實 Ian現在的受歡迎程度 開多幾次演唱會 或者短時間多一點都不要緊 亦都預祝Ian這個演唱會的演出成功 近來他在社交媒體練到這麼大隻 看看到時會不會有一些特別的項目 表演的環節 給大家看 我就非常期待 不過對於Hallos來說 應該就不太在意 最重要是見到陳仔 站上台 和大家見面 唱一下歌 已經是非常開心的了 至於聽到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今次陳翠賢演唱會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一下 你的看法 到底你們這班Hallos 或者聽到節目的朋友 你又買了票沒有呢? 今集就和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